1月15日 德云鼓取社在视频平台上连更四条视频 为自己的家乡天津加油 让不少粉丝瞬间破防 这也是继相声名家冯拱快板为家乡加油之后 德云社多位成员为家乡天津 用取义的形式为家乡助力 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公众场合要戴口罩 注意防护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 这四条视频分别是 德云社董事长王慧 演唱的京韵大鼓战役 张云雷演唱的铁片大鼓威武天津 德云班主郭德纲的 十步贤小曲儿众志成城 以及总教席高峰带来的快板 看到郭德纲 王慧 高峰 张云雷 助力天津抗议 用唱鼓曲打快板的方式 为天津加油 网友们也是纷纷为他们点赞 希望大家一起共渡难关 一起等来明年的春暖花开 值得一提的是 这四段曲艺节目 都是由郭德纲老师原创作词 四个人用四种曲艺形式 为家乡抗议助力 也是让不少观众感叹 德云社演员多才又多艺 各种曲艺可以说是信手拈来 不过很多网友表示 几个月没有见张云雷 这是发福了吗 第一眼竟然没有认出来 再加上张云雷戴着眼镜 穿着新作的大褂 让很多网友都错认为 是德云社的新学员 可能是发型和拍摄角度的问题 但张云雷一张口 也是让不少网友大呼惊艳 用鼓曲的形式为家乡加油 不得不说这是个好点子 郭德纲夫妇对于鼓曲传承的贡献 大家有目共睹 特别是在青春首艺人舞台上 坚强的王会泪洒现场 也看出了他为了鼓曲事业 付出了不少的辛苦 付出了不少的努力 最后也希望疫情早一点过去 大家能够多多支持鼓曲 去了解鼓曲 让鼓曲更好的传承下去